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啦 再次跟大家開箱不同的電競Laptop 今天的主角就是這部Katana GF66 這部不簡單的 為什麼不簡單呢? 因為他們這次邀請了遊戲插畫大師長野江一起合作 而且大家剛才聽到Katana 其實這部Laptop的設計 最主要是圍繞一個無視多為概念的設計 除了這部Katana nonexות 亦有另一部Katana GF66 這就是以往能量,由外觀開始介紹 這個外景也是我的最愛設計之一 就是在把它的簡潔 整個箱面的非常簡潔 只有一支MSIwa 갈ifics 我現在有黑色6兔 但上色也沒有剩供的選擇 如果水上次主題 它也是我最喜歡黑色和紅色的配搭 如果大家對顏色有少少敏感的話 應該都會很清楚黑色配紅色的配搭是無法輸的 所以配上紅色的劍桶之後 就會令整部機不會因為純黑色,整件事很沉悶 而配上這個紅色就馬上有些裝飾的風格 還有這部Laptop有個特點就是有這個Lumber Pack 因為Lumber Pack在15.6吋來說是非常罕見的 如果大家習慣按這個數字鍵打機 或者日常工作時用到Excel、Photosuc或剪片之類的 其實這個數字鍵是非常好用的 我們超級依賴這個數字鍵 我們再看看它的背部 大家看到背部用了蜂窩的設計 可以大大增加氣流的散熱面積 令到你打機或工作時就不太熱 如果大家有細心留意的話 也可以看到背部的兩個散熱位其實都用了DOSER的設計 大大配合這部Kartana主題 相信大家也會最關心這部電腦是否打到機 以及它本身的規格是怎樣的 我們就馬上介紹一下吧 這部Kartana的GF66也搭配了 Intel第11代最新推出的H3系列的CPU 如果大家熟悉Laptop的話都會知道CPU會隨時依應個人需求而自行選購 其次,作為一部打到機的Laptop的話 Display卡也是相當重要的 搭配現在最新世代的3060 容量方面都可以支援512GB的SSD 但以我所知,如果512GB真的不夠用的話 也可以買的時候升級1TB 到時大家去買的時候記得留意 然後有一個我覺得相當重要的一樣東西 就是它的螢幕 因為這個螢幕的尺寸也是我最喜歡的螢幕的大小 就是這個15.6吋螢幕的尺寸 而且都用了這個15.6吋的FHD螢幕 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這個螢幕也會支援144Hz的Panel 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歡FPS的話 這部Kartana GF66一定是滿足你的 在散熱方面,就像剛才所說 用了這個風窩的設計之外 也用了一個技術 就是這個Cooler Boost 5 這個技術令它打機的時候不會那麼容易過熱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擔心 打一打一打機 咦?為何一部Laptop會輕輕了機 咦?為何一部Laptop會不斷關掉機 因為大大減低了這些情況發生 Kartana GF66也搭配了一個超級好的Audio 而且也有Wi-Fi6的技術 如果大家在打機或者上網的時候 都可以這麼順暢 在這個時候我都打一打機 試一試這部機的性能 究竟是怎樣 就這樣ล 就是這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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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GF66有一部白色的版本 那部的白色版本其實就叫做Short 15 或者Short 17 白色版本的機能和它的規格也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記得留意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聊得更多關於這部MSI的Catara GF66的Laptop 或者先聊得更多另外一邊的Short 15的話 在下面加個連結,讓大家看看更多的詳情 最後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個讚和訂閱我 今天就拍了這麼多,希望你會喜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各位,拜拜!